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现在来讲4.3 就是Android的这一个范例 就是我们在这个 学会的这一个Private Protected Public的分别之后 现在来看Android的范例咯 那我们再复习一下 这个Public 我们现在就是在谈的是一个Class 那这个譬如说你写这个负类 你写一个负类 那么这边有一个 属性 叫做 A1 那么有一个方形叫做F1 就是你的负类里头呢 有一个函数叫做F1 然后里头也有这个代码 OK 也有这个代码 好那现在你写了这个负类 好 那 那 现在外边别人呢 跟你分工 对不对 那 别人可能是写一个 单独的 一个类 好 这个类呢 就像我们现在要讲Android Android呢 这边 可能有一个叫做 MyActivity 这个类 就是MyAct 好了 MyAct 这个类 然后这是别人写的 那么现在呢 你允许不允许 别人在他的代码里头 比如说这边有一个方形 叫做Z1 对不对 然后他要写他的代码 那写他的代码 那这个代码里头呢 能不能用 这一个A1这个字元 对不对 比如说 他来New New一个 创建一个对象 叫做 创建这个的对象 他来New一个对象 叫做X 那么如果想找 抓到这里头的 对象里头的Value 那这个对象怎么 怎么来创建呢 这大家都知道 用这构造式 假如说这个负类 是 AB好了 是AB 那么这里头就是 他的代码就会写AB 然后呢 X 等号 New AB OK 那这样就创建一个 AB 这个括号 AB的 对象 然后X就是这个对象 A1 然后这个对象呢 点A1 就可以抓到 这里头的值 就可以抓到 这个对象里头的值 OK 那现在是 他能不能用A1 这是我们的关心的点 为什么要这样care这个A1呢 因为这个付类是你写的 那么有一天 你要改变了A1的名称 这边就要改 那你如果禁止他使用 对不对 那以后你改了名称 他就不用改 所以这一个付类 AB这个付类呢 就会具有自己的住址性 也就是所谓的 有变动的自由度 不会被 别人的 类所牵制啦 然后呢 一样的 这一个 别人呢 很可 这是一个独立的类 来用你 那还有一种另外一种人是 写子类的人 这是 三种不一样的 这是写子类的人 那写子类的人他也要写他的函数啊 所以呢 他也有这个 一个函数叫H1 对不对 那这H1里头也有代码 这个代码呢是不是也能够写一个Y -A1 这样就可以抓到这个对象Y对象里头的A1这个值 现在他我们能不能你要不要引起他 写一个A1 如果你引起他写 那未来你的副类改变的时候 这边都要改 那如果你的这个 外来的这个Client 对不对 这边很多100个 子类也有100个 那你要改变A1的名称 你这200个就要改了 所以你的成本就非常的高 那这就是所谓 封装的意思 当你封装的越好 那未来 这个内部的改变 对外边的 这个产生的 震动 好像地震一样 这个政府的扩散 就会变小 它就不会产生连以效应 那么如果你封装的不够好 那这些到处都用 未来这个A1 可能就改不动了 改不动了 那这个是属性 是这个样子 同样的 这边能不能 写 这一个 X 点 一样 F1 能不能调用 能不能直接调用 这个函数 就是这个函数的名称 能不能用在这里 对不对 那一样的 未来如果你这个函数的名称被用在这里 那么 这里可能 未来你变动的时候 那么 就要花很多成本了 那这就是对函数 的一种封装 因为影响到未来 这个软件的 维护的成本 所以呢 这就是 我们 在探讨的 东西 所以呢 如果 这就是你的 你的权利了 如果你这个A1 这个叫Client 这个是属于一般的 这个外来的Client 就是客户类 那这个是子类 这是子类 叫Subclass 这是子类 所以如果你 这里头的A1 Client跟子类 都不想让他们用 做完完整的封装 你就写一个 叫Private 如果你这两边相反的 他们两个都可以用 那么 就写Public 无论是属性跟函数都一样 如果你只允许你的 类 使用 但是外边不能用 那这个时候你就写Protected 就这么简单 我的意思就是 再帮你讲解一次 这个Private Protected Public 的这个用意 就在于 你这个付类所写的 这个名称 要不要在这里被用 因为被用了之后 这边未来的改变 成本会一直增高 一直增高 所以呢 这照顾到这个分工上面 的未来 会不会被绑住 的这个 软件的 架构 OK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 那 直接就看这个代码咯 你看这个代码 有AC01 这是一个 类 那么这个是Activity 的子类 所以我们现在 就 知道了 有一个是Activity Activity 然后呢 它有一个子类 这是AC01 AC01 那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里有OnCreate 这个OnCreate 里头写一个Protected 可以的 那这个表示呢 我写AC01的人 同意 我的子类 可以来调用 直接调用这个函数 可以来调用这个函数 那你可以可以可以看得出来 这里还有一个 这个是我们调用到 负类 就是 就是 这个Activity 现在是AC01 现在是调到负类 的OnCreate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在Activity里头 也定义了一个 OnCreate 但是这OnCreate呢 引起我们去调用 所以可以推论 在Activity里头 也定义一个OnCreate 而且写一个Protected 所以我们 才可以去调用它 直接把它的名字 OnCreate 写在 我们的子类的代码 就是 在负类里头呢 他 有一个OnCreate 这样的一个函数 那这个函数呢 也是写Protected 所以我们在这AC01里头 才可以 写这行代码 Super就是 负类 负类 的OnCreate 所以我们调用的 负类OnCreate 所以 我们可以推论 在Activity上面 因为 OnCreate 一定 是Protected 不然 这是Public 对 但是Public的可能性很低 因为 这个东西呢 跟外界是无关的 所以它应该是Protected 让我们 这一个 只允许 类 来调用 同样的 既然上边是Protected 我们基本上 也会写一个Protected 让我们的子类 因为我们这里未来 还可能再产生一个子类 让我们的子类也可以来调用 我们的OnCreate OK 好 那我们这个了解的 这样的一个 结构 然后呢 这里就 好 再来 这是属性 TV 这个属性呢 上面写Private 所以呢 这个属性呢 就是定义在这里 TV 那这个TV这个属性呢 底下不能用 上面也不能用 外边也不能用 如果你的外边的人想用TV 或者这边要想用TV 那要间接的 间接的意思就是 调用这边的函数 才可以 用到它 好 那这个名称TV这个名称 在这里不能用 在外边不能用 这叫Private OK 好 那这边有一个Private 叫OnKey 哦这个表示呢 这个 外边的Kine 的这个类 跟子类 都可以来 调用OnKey哦 OK 都可以调用它 OK 那接下来 还有一个 这个Private OnKeyDom 也是一样 他也是 外边都可以来调用 外边都可以调用 那这个外边是指什么呢 外边是指什么呢 其实这个 这两个呢 其实是定义在这个JCO 是定义在这个JCO 那是要给外边的 这个Android的 框架 其他的类 像Windows Manager Service 这是Android框架 他要来 送信息 送事件过来的 送事件过来的 所以呢 这个 Android的其他框架的类 是属于外来的 所以呢 所以外来的 当 这一个 TextView 有被按键的时候 或是是 你在键盘上面有按键的时候 那么 他就会 外来的 这个框架的类 就可以来调用它 可以来调用它 OK 所以呢 这里要写Public 不然 外边的类 就没办法用咯 好现在呢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 这一个 GrabView 跟View 好那我们也是 把它画一个图 这是View 然后呢 我们继承了 一个GrabView GrabView OK 继承了 好那我们第1个看到 有一个Pen 对不对 那这个Pen呢 是Protective 是Protective 那Protective 一定它的类类可以用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就来看我们还有什么类类 哦还有一个叫 XLimate 所以呢 我们就 知道啦我们还有一个类类 叫X Limate Limate 那我们在这里定义一个Pen 这个名字 这个变量的名称 那这里写Protective 表示我Limate 这个类里头的代码 在代码里头呢 我可以直接 使用这个名字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哦在这里 你看 在这个Vimap这个类里头呢 并没有定义 这个Pen 所以这个Pen呢从哪里来 就是附类的Pen 就是 这个附类的Pen 就是这个 是因为在写附类的 这个人 写一个Protective 表示他同意 写这个附类的人 同意这个Pen 让子类用 所以子类呢 就可以继承下来 子类呢 就可以直接用他 就可以直接用他 OK 好我们再来看 那这个 这边是调用 这一个 Superclass的 这一个构造式 但是你仔细看 我们的像这个构造式 你注意看 像这个构造式呢 都是这个public 构造式都是public 所以呢 大家都可以用 OK 所以子类 也可以掉 都可以掉 这个 附类的构造式 OK 那set background 是一个private 所以呢 自己 这个是自己的函数 所以自己可以扣他 外来的通通不能扣他 子类也不能直接用这个 不能直接扣他 但是自己人可以 就自己的函数 才可以掉用private OK OK 那像这边里头就不能写 不能扣他了 OK 那是因为 这一个 他写的是private 然后这边 还有一个on draw on draw 写一个protective 表示他的子类 可以来直接掉用它 那我们这边看到super.on draw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可以掉用附类的on draw 所以xvmap 他可以掉用附类的on draw 所以表示呢 这边有on draw 而且是protective 他才可以掉用 OK 所以呢 这我们就可以理解 这一个protective的on draw的 这个 意义就是子类 可以来掉用附类 这一个 on draw 所以我们在做个文字上的说明 那么 无论是 这个数据 的变量或函数 都必须说明他的 封装的前线 所以ac01 那这里有protective的on create 那这个说明的on create 是子类可以用 cline不能用 这个呢 是外边的cline 都可以来扣他 都可以来扣他 所以tv这个变量是private 对不对 所以呢 只有自己的 同一个类 的函数 才可以用这个tv 这个名称 OK on create呢 是private 所以只有自己的家族体系 就是 子类别 或是子子孙孙的类别 叫家族 才可以用 所以子类 可以用 可以调用 但是外界 不能 on key on key dumb 是一个公用的公用的public函数 所以大家都可以用 大家都可以用 graphic类别呢 那么他有一个protected的 所以呢子类可以用这一个 可能也不能用 那这个是private 所以呢 只有自己的函数 才能调用 才能调用 外来的 类不能调用 这个子类 底下的子类 也不能调用 OK 所以pen的变量 是这个家族共用的 因为叫private 所以子类可以用 外界不行 graphic view呢 这是一个public 所以外界可以 set the background 是一个private 所以呢 只有这个子类 只有 本类的 函数才可以用 子类不行 pen的变量定于graphic view 而先告为protected的 所以子类可以使用 所以vimate里头呢 xvimate里头呢 可以 写这样 直接写这个名字 好 那这个名字呢 就是指的 就是这个附类 就是 graphic view里头所定义的这个pand OK 是定义这个pand 好 那我们就 休息一下咯 待会 再来说明 西加在语言 的继承 这个类别的继承 他跟java 到底有什么区别 OK 谢谢